张路平领导的电讯总台特别支部 破获了军统针对延安的一个潜伏计划 然而这个事件 却为日后特别支部惨遭破坏 埋下了破根 不久之后 一个不起眼的突发事件 却导致张路平 张卫林 逢传庆等特别支部成员全部被捕 密战 魔窟女结 下集正在播出 1939年 黎琳从延安来到重庆 秘密执行一个特殊任务 为了配合任务需要 黎琳从此改名张路平 黎琳受中共南方局委派从一名来自延安的年轻共产党员化身为国民党军官的妹妹 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内部秘密组建了地下党支部 领导地下党员张卫林和冯传庆开展情报工作 张路平不仅加强了张卫林等情报人员的安全 还在军统电讯总台内部发展了更多的秘密党员 1939年12月 通过张路平等人发出的情报 党中央更是在延安破获了戴笠亲自部署的一个针对边区的破坏计划 虽然特别支部的每位成员都为这次破获戴笠的破坏计划 感到无比高兴和光荣 但是这件事也为特别支部遭受灭云之灾 埋下了祸根 这天夜了 张卫林在电台职业班原本平淡无奇的工作 因为一个意外的发生而改变 张卫林将一支真空管不小心烧坏 当时国民党对电子元件管理特别严格 出现这种情况 他将会受到处分 当时军统的这些电信器材都是从美国进口的 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那么按照当时的一个规定 就是损坏了工作设备是要被处分 或者被关紧闭 或者是要立案调查的 由于张卫平请假回了四川老家探亲 因此一旦张卫林被关了禁闭 在这期间特别支部 就无法和南方局取得联系 同时禁闭期间 军统内部审查张卫林时 外一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 那么电台内的其他同志很可能会立刻暴露 这个说张卫林当时损坏了电子管以后 感觉到非常着急 万一自己受处分 被关紧闭怎么办 而现在这一两天又不是联络的时间 万一党组织有什么重要情况 或者发现什么重要内容 我怎么办 所以说张卫林感觉到很着急 不管怎么样 自己肯定要被处分 这是避免不了的 此时离交接班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情急之下 张卫林偷偷离开工作岗位 跑出了电讯总站 有些乱了阵脚的张卫林 已经顾不得保密条例 直接来到州公馆 向组织寝室处理方法 见到曾希盛后 张卫林向他陈述了 刚刚直班时 烧坏真空管的详细过程 一番思索之后 曾希盛认为今晚的突发事件 只是普通的工作事故 他告诉张卫林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轻易放弃电讯总台这块阵地 张卫林听从了曾希盛的指示 离开了州公馆 张卫林离开州公馆后 并没有返回电讯总台 而是转到前往自己 在无线电学校的老师 也就是现在的领导 电讯出副书长董一三家 见面后 张卫林主动向董一三 检讨今晚的故事 希望老师可以为他说情 掩护过去 就在张卫林离开岗位 去州公馆时 军统督察处处长叶祥之 来到电讯总台插岗 当他发现张卫林的岗位上 无人值班 电台又处于非工作状态时 叶祥之立即派人查找 张卫林的下落 叶祥之感觉到 这情况不对 是怎么回事 这张卫林到哪去了 后来一想 是不是生病呢 或者突然有什么问题 就马上到他宿舍里面 想找他 接到宿舍里找他以后 又没有人 戴笠不久前下令 驾向军统内部巡场 叶祥之是不敢怠慢 慎中之下 他立刻派人前往牛角驼 搜查张卫林的住处 叶祥之派去了特务 在牛角驼 没有找到张卫林 却搜出了电台密码 军统在各地密台表 以及记载着绝密情报的 手抄文件 军统在各地密台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拖文件上 致核心 是宿舍里面 军统在两个月 的面前 地区 没关系 相关 不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神色严峻地挂断电话转身告诉张伟林 电话是戴笠打来的 自己对他的事已无能为力了 话音刚落 叶祥之带着特务就赶到 就这样张伟林在老师董一三家中当场被逮 第二天下午 戴笠召集电讯处和机查处研究案情 根据从张伟林家中搜出来的几张字迹不同的纸条 他们认定这些记载的绝密情报的字条 分别出自冯传庆 杨光 赵丽庚 陈国柱 王熙珍等 而这些人平时又和张伟林走得很近 这更让戴笠确定了抓捕犯了 在自己最核心 最机密的部门布满了共产党 一旦被蒋介石知道 前途将毁于一旦 当天夜里 在戴笠的指挥下 赫强实弹的军警特务在电讯总台进行了大搜查 逮捕了赵丽庚 陈国柱 王熙珍 杨光和安文远 与此同时 正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 看到大批军警和特务后 幸运地躲过了这次大搜 那天晚上 冯传庆正在值班 然后他发现有一批一批的宪兵特务 然后包围了大楼 然后按名册点名 冯传庆知道这个事情可能暴露了 然后他翻墙 跑了出来 逃出电讯总台之后 冯传庆加盐50号 见到叶建英和曾希胜之后 冯传庆向他汇报了今晚 电讯总台大搜捕的情况 叶建英问明情况之后 立刻决定将冯传庆转移出重庆 将他送到延安 冯传庆当时到南风局的时候 因为走得很匆忙 他身上穿得很担保 叶建英同志看到他这个情况 把自己身上的一件皮大衣脱下来 给他披上 然后给他化了妆 戴上礼帽 拿上文明棍告诉他 还给了他二百大洋 临别前曾希胜反复叮嘱逢传庆 一路上要住大旅馆 千万不要露出穷酸样 以免遭人怀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知以上》 到了自己棚子里面 怎么发现那边睡着这么一个人呢 穿着打扮如此时髦 而且整个感觉 就像发了财的一个人一样 这个人是不是偷了什么东西 跑这儿来避难的 这个人是不是什么小偷 蒙头睡觉 然后就把这情况向 这个相关所做了报告 相关所迅速向 这个警察所做了报告 警察所刚好上班 收到军统的这种通缉令 马上就跑起来 把这个冯川进 在县城的给扣住了 有这样 原本能够顺利出逃的冯川庆 在重庆辈 张璐萍领导的电讯总台特别支部 破获了军统针对延安的 一个潜伏计划 然而这个事件 却为日后特别支部惨遭破坏 埋下了破根 不久之后 一个不起眼的突发事件 却导致张璐萍 张卫林 冯川庆等特别支部成员 全部被捕 密战 魔空母节 下集 正在播出 关押在开守所里的张卫林 心急如焚 由于她并不知道冯川庆 杨光等其他同志已经被捕 因此张卫林 此时还在想方设法 极力避免组织遭到军统更大的破坏 她尤其希望张璐萍能够及时转移 此时张卫林必须尽快把自己被捕的消息送出去 张卫林被关起来以后 她的心里非常惦记同志的安全 还有就是中间联络站的安全 她想到那个看守所长毛烈 张卫林把传送消息的希望 放在了新上任的看守所所长毛烈的身上 趁着毛烈巡查时 张卫林叫住她 假称自己要取钱用 希望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亲戚家 叫人送点钱来 张卫林还给了毛烈五十元辛苦费 而事实上 张卫林所谓的亲戚家 其实就是特别支部一处 备用联络点 毛烈把这个信给她送出去了 送到了那个中间联络站 那个戴笠知道以后呢 特务跑到那个中间联络站去的时候 那个同志已经转移了 戴笠知道这个情况以后 大发雷霆 第二天就下令把毛烈枪毙了 张卫林冯传庆等人被捕之后 军统动用酷刑开始个别审讯 在惨无人道的刑罚面前 被捕的七名陛下党员 始终紧咬牙关 拒不透露任何细节 但是最终 一个名叫安文元的特别支部成员 判斗 交代了电讯总台 特别支部的全部情况 并供出物品的身份 戴笠得知安文元共认的情况之后 认为这是整治共产党的最好把柄 他下令严格清查 被捕人员的全部物品 结果发现张卫平在成都的联络地址 上定之后 军统以张卫林的名义 向成都的地址发出了一封电报 电报内容是 兄弟速回重庆 叶强之突然就想起说我在检查这个张卫林的宿舍的时候 发现有个成都的地址 这个成都的地址会不会就是安文元所供的他们的上级张卫平的地址 然后又对所有人的宿舍进行搜查完了以后 确实发现有些密码信 什么 母亲一回 安全 对不对 什么书一收到 这个请阅读 等等这些 然后 叶湘之等人就模仿到这些 所能够看见仅有的几张 密码系列纸条 跟成都这个地址打去了这么几个字的电报 叫做兄病速回 身在成都的张卫平收到张卫林病重的电报后 第一时间就赶回了重庆 同时张卫平也考虑到电报也许是别有用心人发的 于是又向周公管写了密语信 告知自己即刻动身返回重庆 由于南方局已经知道张卫林等人被捕 所以收到张卫平从成都寄来的密信之后 他们立刻意识到这是军头设计了圈套 但是已经来不及阻止张卫平了 因为成都距离重庆实在太近了 当时南方局军事组的接到张卫平电报以后 认为张卫平肯定被敌人 这个圈套下重 当时也派了几个人想到车站去截住张卫平 但是一到撤国民党的兵力 发现国民党的便衣 那多的是 对不对 只好眼睁睁地看见张卫平下了汽车以后 被国民党军统给带走 张卫平被捕后 戴笠给予从他身上榨取最有价值的恐怖 从威逼利诱到绞计户刑 无论戴笠运用何种手段 张卫平始终只承认 自己是共产党员身份 除此之外 有关电讯总台特别支部的所有情况 张卫平一个字都没有交代 张卫平在整个审讯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不知道 不能跟你说 这是我们党的机密 为了借张卫平被捕之事 抓住中共把柄 做进一步打击报复 戴笠下令 取掉张卫平身上的脚镣手铐 让特务带着他 路过州公馆后门口 如果张卫平跑进了州公馆 就证明他是州公馆派来的 即刻趁机大局闯进州公馆 进行彻底搜查 张卫平刚开始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在走的过程当中 这敌人把我放到这儿 走是怎么回事 后来突然想起 想利用自己 引起增加严谨的注意 然后张卫平一旦反应过来以后 紧闭双影 抬高自己的头额 任何人看见都不打招呼 任何人看见都不理 1940年2月底的这天 周公馆内气负沉重 南方区军事组正在召开会议 研究张卫林等人被捕事件的影响与对策 忽然有人报告说 后门有特务正跟踪张卫平 向着州公馆的后门走来 叶剑英立即命令 曾熙盛和雷英夫赶往后门观察情况 坚决制止 特务闯入 曾熙盛和雷英夫冲到后门口 他们看到门外的张卫平 显然遭受了严刑拷打 没跨出一步都十分的困难 在增加严历的人发现了这个情况以后 也有人想冲出去 把张卫平给救回来 但是当时叶宁等人劝住 千万不能去 这绝对是敌人放成电调大鱼 我们一出去 就会受益国民党的口实 说我们破坏统战 破坏什么怎么的 所以当时压制所有人不能出去 此时此刻 只要张卫平向门里迈进一步 他就安全 但是现在谁都不能擅自行动 张卫平从州公馆后门走过时 只是往里看了一眼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 他从此放弃了近在咫尺的自由 维护了州公馆的安全 1940年3月 张卫平及其党支部成员 被转押至哥勒山白宫馆监狱 蒋介石得知张卫平之时候 愤恨不已 下令被捕人员可以随时处决 蒋介石下令不要再审啊 好而自己累不起找经验总结 该枪毙的枪毙 蒋介石下到了枪毙的命令 但是戴笠不服气 认为这个案子不破 对他是七尺大如 认为这个案子攻不破 对他的能力也是一个挑战 所以说张戴笠决定 把这七个人干脆 秘密转求到贵州西风 转到西风去以后 再慢慢进行审定 一年之后 张禄平 张卫林 冯传庆等人 又被秘密压制贵州西风集中营 西风集中营是抗尔战争时期 国民党军统局 设于西南大后方三座秘密监狱中 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的一座 军统特务称重庆望龙门开守所 为小学 白宫馆监狱为中学 西风集中营关押的 则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药饭 被称之为大学 集中营隐蔽在群山环抱的一座凹地内 营内电网密布 警卫森严 就在这里 张禄平和特别支部的其他六位同志 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 张禄平被关押的第三年 育有的孩子给他带来了一丝光明 这个可爱的男孩被大家亲切地叫做 小萝卜头 集中营的条件是十分艰苦的 为了小萝卜头 张禄平疏通了看守 允许他在院子里养鸡下蛋 给孩子补充营养 和小萝卜头在一起的日子 也许是张禄平在这座冰冷牢笼中 最快乐的时光 当时小萝卜在这里面 我以那个得到的连事 就是煮熟的黄豆 把它晒干了以后 他们来给他 平时张禄平就经常给他们讲故事 叫他们唱歌 我讲外面的事情特别说 这种娃娃平时特别的问 讲外面是哪样 在这个7月14号的早上 10点左右 女看守 就是女警管理员 张家琪就在这个地方来通知 二户山 你准备收拾好东西到重庆去释放 二户山是张禄平的事 就要监好 张禄平意识到最后的时刻 马上要到了 他从容地换上自己最喜欢的那套 咖啡色连衣裙 随后 张禄平又请御友黄铜光 替自己梳头 化妆 他就拿出他的化妆品 请黄铜光给他化妆 又请李吉桑给他再说一次头 他们在给他梳头化妆的时候 黄铜光的手抖 抖 他就告诉黄铜光那时候通光节 我知道我要到那里去 我很坦然 对爸爸来说 梳妆完毕后 张禄平戴上了自己珍藏的红宝石戒指 从容地离开了琼氏 后来他就上车了 这个时候他的路过战友 张禄平、红川军 杨光照丽根、黄锡正、陈桂柱 他们都已经在车上了 见面后车子就从大门开出去 他们在车上高长轨迹 押送张禄平等人的卡车 行驶到离西风县城不远处 一个叫快火岭的地方停了下来 军统的柜子手们按事先计划 谎称汽车要加油 叫张禄平等人下车 到前面的被俘仓库搬运货 用鬼针 用鬼针在后面开枪了 一针枪后他的路战又倒地了 张禄平是腿上重担 因为他站得最高 在台阶上站得最高 他车转身来 对着用鬼针高汗 本难 朝这台大 他拍到兄弟说朝这台大 然后高汗中规共产党万岁 三十四岁 用鬼针又补了几下 张禄平也是倒下 年轻二十四岁